所以今天也很榮幸Joseph能夠跟我們說說他的作品 謝謝Joseph 很開心今天有機會和大家同學說說這個偽術的過程 剛才我覺得很出奇 我進來Louis還認得我 他說 哇 四十幾年會見你 四十幾年好像是昨天的事 所以我介紹我自己 我是六五年香港華人畢業 所以現在六十二歲 剛才坐在廳上去 第二就是我讀中學的時候完全沒有藝術器 不只是想畢業出國 現在想起今天才記得一回事 就是我一天見到我 你見到情緒很低落 我說我的成績又不好 家裏又沒有錢 怎麼出國呢 他說唯一的方法 如果你肯每天去廷薩 去一年 真的那時候我是放五號 現在才知道那時候這個奇蹟 那時候我是在做Auto Voice 我不是等著 做多些服務就可以了 我真的去了一年 有時候去不了 我去公教出行社 都給她 當然公教出行社 有其他女生的工作 就是我 變身調好很多 真的有一個學校給她張學 我去了美國 讀讀讀心理學 我可能是失落的一代 讀心理學是走沉自我 當然是走沉不到 例如唯有再讀graduate school 因為一晚學到 懂得怎樣考試 因為山水是我們的國水 但我回來之後 突然覺得 藝術我以為只是 技巧和感情的配合 但實在不是 還有一個更大的因素在後面 精神領域很重要 更加覺得自己的感情 不算一回事 有三幾個月很痛苦 看到我的畫 覺得是沒有故意的 很偶然的狀態 有一天 在我的畫面見到 好像有一個佛像在那裡 很自然地畫得 我第一幅關於佛像的畫 之後我聽給我畫廊的代理人看 他就說 我現在這麼多年宣傳你 開始把你build up 做一個 有些歷史的事 現代三四個畫家 平然的畫些宗教食品出來 那我就有最後一個展覽 在那裡 有買得很好 賣得很好 賣了一筆錢 我以為 我的零術事業 到另外一個階段 不是你的 那筆錢 只是為我去更加 學多些人生的道理 另外 我想講一講 我們這麼多年的藝術的心得 就是 藝術不單止是美化人生 藝術是創造 任何一件事 是必須要的過程 道德經老子說的 是一生二二生生 三生萬物 為甚麼 第一 一定有靈感 如果你沒有靈感 這個生命 這個生活 這個社會 永遠是會自著 以往的版圖 以往前去 有靈感 才會創新 所以想想 所有的文化 都一定有藝術在後面 一就是靈感 第二就是藝術 藝術 只是一個主 一個概念 一張畫 一個雕刻 第三就是科學 科學就長生萬物 一個例子就是 在上古時代 你有沒有留意 譬如我去研究 藝術的遠流 在上古住 在石棟裏面的人 他們就在蟲蟲裡 畫一些畫 畫一些狩獵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沒有一種武器 那時候 可以殺到一隻犀牛 就好像 我們這個 土著講的水牛 他們怎樣呢 他們出去狩獵的時候 如果他們殺不到一隻動物 他們整天的冬天都會很痛苦 後來有一個人 一個很出色的狩獵者 忽然間懂得 扔尖矛 可以去射到一隻鹿 想想如果是原始的人 那隻鹿是在走著 很快的 你可以扔尖矛 起碼你回到一隻鹿 未能去到之前 然後刺死那隻鹿 那些人很敬意 哇 這個是一個很偉大的一件事 我覺得這個人是一種特別的力量 他會說這是精神的力量 因為他曾經向上天吐告 他曾經在那裡跳舞 那些什麼 而馬克他們就將他手印 手印就不長 那些手印就不是 手印很有趣的味道 如果是把手放在顏色上 然後把手印放在顏色上 那是一種虛和嘘之隔 那是代表他們的支持是精神的支持 所以每一個暴露病人都放在他的手上 那將來出去的時候 手印的時候 一 如果大群這些西牛 有一隻牛會自己走出來 第二 手印者的矛 可以扔到他隔壁那隻矛 那這就是靈感和藝術的表現 但是他覺得不實用 如果這個人老了 如果他死了 就怎樣 其他人都扔不到那隻矛 那他要找一個方法 很實用 為什麼任何人都可以 第一步驟就是教人 他要訓練 他要變成長者 他要訓練10個手印者 都可以訓練 但是10個裡面 只有2、3個是好的 最好的都比不上他 那怎樣呢 他就開始發明了 攻箭這回事 攻箭是一個器具 由這個器具 任何人拿起攻箭 都可以射死那隻鹿 這就是科學 一到一生以二生生 三生賣物 這個賣物 你走到Costco 你去Home Depot 看得到 聽到他們 都很簡單 但是你想想 後面曾經有一個想法 所以有靈感是很重要的 很簡單的 我們講學的時候 我教學生說 這個不僅是藝術的五六步驟 人生的五六步驟也是一樣的 你做生意也是五六步驟 第一一定要有靈感 如果沒有靈感 是一個沒有主義的人 你只是一個O 你不會標其立業 不會標青 靈感之後 一定會有一個概念 一個主題 譬如你做餐館的 就是你想有 我喜歡開餐館 可以去做食物業 那靈感就是 什麼會令到你 靈感的概念 就是什麼令到你這間餐館 與眾不同 這個可以做醫生 做會計師 有這麼多會計師 為什麼我來找你 這是一個不同的概念 怎麼可以幫到你 你的第一行人 如果是可以 把你的概念很明顯地 出來介紹給這個社會 那你就會成功 所以我做這個 concept consumption 就是做這回事 就是做這個概念 就是有些公司請我 就是他們有個idea 他們想要開始 好 可以 如果沒有這個概念 多數都會失敗 第三 有個概念之後 你要有個技巧 如果你想開餐館 你的入廚 廚技都很水皮 吃點菜就不行 這樣就不行 好像一間小餐館 我有時候去的 是買外賣的 這個廚子 它炒菜特別好 其他的東西不是很好 但是菜不生不熟 加蒜蓉 是特別好吃 我有一天跟他說 我說 你沒有 你就是把自己的廚師搞錯了 因為你特別好 是厲害的 是炒菜這回事 應該在那裏做一個重心 他聽我說 他現在開始想 真的 雖然是有他做其他菜 但是他說 你真正的管理 是炒菜這回事 這個就是技巧 這個已經是法律的 另外一種表達 有可能很多人都有技巧 但是你如何表達出來 令到與眾不同這回事 所以很多人畫畫 但是每個人表達的方式不同 這個表達就是 第四步一個很重要的解釋 第五呢 我叫做回歸 就是食物方面 他會吃過翻層你 別人看到你的作品 別人吃過這些東西 要回頭 那個就不簡單 只是炒得好吃 有可能是招呼 有可能我去設計的餐館 這有三部份 第一 上天的魚 如果我畫出來的一篇 中間三個口字 即是砌成品字 這個品字很重要 有上品 中品 下品 你是變一品 這三部份 這三個口字 亦可以說的是 天地人合在一起 這回事 少了一種東西 什麼天地人 天時地人 下面 兩個毛子 是兩個人 這是上古文化的符號 你要人和天合 這個功 才可以創造這個常品 加上天的靈 這叫做靈 你要想到你自己的生活 有多少個口 是否全部靠你自己 沒有一個深眠的生活 這個感字 是咸心 不是甜酸的咸 是和諧的意思 不單止你有個主意 你的心一定要和在一起 所以我們現在說 你的感情和你的技巧 一定要配合在一起 但尽不夠力 感情要配合上天的靈 你這個生活就會好 好 人生的旅程 我現在覺得 就是心靈的旅程 藝術 一可以說是美化人生 但不是裝飾性的美化人生 我的畫賣出去 希望你每一張畫 是為你在你的生活 打開一個窗戶 因為你每次看到 都會想到一個不同的東西出來 不是靜大化 我真的不像六十年 有可能我自己也不知道 怎麼變成這樣 不過有可能 是這麼多年 就是 沒有怎麼想水埗 沒有怎麼計較 沒有怎麼計較 只有兩百多個人 只有一個人 只有一個人 就是一百多人 只有一個人 做這種事 所以 就是這樣說 這是後果 最後一說 就是人生 除了這個理情碑之外 你會令到你 為何去印度 去法國 去墨西哥 是有這麼大的影響 對我們一生 不是自己不影響 而是我們影響營利 因為我們離開自己的過去 去到那時候 你全部都是在一個新的現象裏面 但是大部分人 生活在過去那裏 很簡單 你每天回家 你就帶進去過去 所以如果 我做心理學 現在我也有做輔導 有時候 有些人有 我覺得 這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 每次我問你 為何這個不好的事情發生 你馬上回去 那段時候 如果你丈夫打你 今個星期他沒有打你 有 他全身立刻開始進行 每一個世界各個的記憶 因為他曾經非常不打 那他怎樣也好 而且環境一切都是 我們是環境的產品 不是我們知道它的環境 環境控制力很簡單 所以我在我的畫賣出去 在墨西哥 過去十幾年買了 四五百箱 後來才知道 原來賣不是藝術品 不是裝飾品 賣出去 賣出去 是人家可以改變他們的心理 那 那個轉類點 有時候 人家說某一句說話 即有些人說 心想事成 我打算我要發達 要想要 要賺十萬元 一美四想要怎樣做 有可能你可以 但會很辛苦 容易一些 好像法拉米基里跟我說 你去雷修一年 那就行了 然後他隨口說一說 那最後另一個 就是在印度的大師 我又問他的問題 我說 我去完中國之後 那些藝術的生意不行 我現在改了 這組畫 沒有以前的市場 他說 我想告訴你 就是 在印度 不是在廟堂裡面 那些才是大師 有些真正的大師 是他有一份日常的工作 但在晚上 有人自然會去找他 向他學習 向他拯救 有可能 這條是你的腦 我猜有時候 人生就是這樣 多謝